新北市新庄昌平国小多功能乐活馆 在今年1月开工动土 市府一共编列高达1亿9千多万元的工程经费 新建地上三层的多功能活动中心 预计在明年就能够完工 渴望造福2000多位的学生 未来办活动不用再担心日晒雨淋 在今年1月开工动土的这座昌平城堡多功能乐活馆新建工程 校长陈月满感谢市府编列工程经费1亿9千多万元 这是一座地上三层的多功能活动中心 工程预计在11年12月底完工 相信完工之后校内2000多位的学生 不用再担心户外玩乐得饱受日晒雨淋之苦 新北市政府补助经费给学校来兴建这座乐活馆 这座活动中心兴建完成之后 我们会提供给全校2100多个孩子 如果雨天的时候可以上体育课来使用 校方说明长平城堡乐活馆 是一处大型室内多功能活动场馆 从球场、社团、教室通通都有 将提供学生及社区民众多元的活动空间 学校这个多功能乐活馆 我们预计要兴建一座三层楼的活动中心 室内会有所谓的排球场、篮球场、羽球场等等 那一楼会当作社团的教室 还有体育教室 那二楼也会有五大教室跟体制人教室 三楼是会议室 那学校的特色社团有三十几个 他们也可以在平常的时候来做练习 那假日的时候以及夜间的时候 我们可以提供给社区的民众 来做休闲运动的一个场所 此外这座乐活馆还将作为区域紧急收容场所 提升多元使用的效益 期盼创造学校和社区双营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道